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 我的亲生父母要接我回家。 狭小的出租屋里面来了几个穿着考究的人,他们自称是我的亲生父母,要接我回家。 这个场景说实话我只有在看小说的时候才幻想过,幻想我不是孤儿,而是豪门遗落在外面的千金。 但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时,我却有点不知所措。 我叫颜慧慧是个孤儿,听院长说我是被遗弃在孤儿院门口的。 被爆来的时候,院长以为我是身体有什么疾病被丢弃了,去医院做了检查,才发现身体非常健康。 院长去警察局做了记录,希望我能被亲生父母找到。 显然让院长失望了,并没有人找我。 但是,好处是我非常听话,能吃能睡不挑食不哭不闹。 院长姓言,我随院长姓叫慧慧,因为院长说我将来肯定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以前上小学,我没什么独立思想的时候,我确实挺有大智慧的,不学习也能考第一。 但是到了高中学习成绩就下滑了,高中学习紧,但是我不喜欢学习,导致成绩极度下滑到了全校五百多名,还迷上了小说。 我成绩下滑严重,班主任打电话给院长。 院长知道后对我说,慧慧没关系成绩下滑就下滑,我们努力了就好。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 后来,我还是努力了一下,但是三年的百烂,怎么能一下子就考好呢? 高考只考上了一个省重点。 在得知成绩之后,为了挣大学的学费我就去打工了,因为我成年了,要离开孤儿院了。 大学还是平平无奇地过去。 经过我不懈地努力,我考上了给大的研究生。 每天帮导师做做实验,准备自己的实验。 就在我以为我这一生就平平无奇地过去的时候出现了只有在看小说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情节。 你是我们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坐在我对面的贵夫人说。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忙。 在刚给导师做完免费劳动力回到自己的小破出租屋的时候,看到了在门口站着三个穿着考究的人。 他们上来就问我是不是颜慧慧,我猛逼地点了点头。 他们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找我。 我看着他们穿的一看就很贵的衣服,犹豫了片刻,觉得他们应该不是来抢我钱的,就让他们进了我的出租屋。 刚进去,走在前面的两人皱了皱眉。 我觉得可能是嫌弃我住的地方小,请三位不要嫌弃,一个人住所以房子小了一点,但是还是很干净的,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吧。 我伸手请他们坐过去,只有走在前面的两个人坐下了,后面那个大叔站在了后面。 我坐在了他们对面,心想哇,这不是标准的豪门配置管家吗? 但面上丝毫不显露。 就在尴尬的气氛弥漫的时候,对面的贵妇人开了口。 一开口就是重磅炸弹,炸得我有点猛。 面上波澜不惊,心里却掀起惊涛骇浪。 这这这这是豪门真假千金落在我身上了吗? 好激动,果然小说写的都是真的。 那我这是真千金回去抢回来全部家产的戏码,还是被全家嫌弃真千金的戏码? 那我还回不回去? 我不回去,他们能给我钱让我自己生活吗? 可能是我内心戏过于长了。 对面的人好似有些不耐烦。 我知道你可能一时半会接受不了,我们可以去做个亲子鉴定。 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 我们是顾家,你应该听说过吧? 顾家我当然听过,我们那里非常有名的家族,很有钱,相当有钱,据说是家族产业,已经付了好多代了。 我感觉天上吊的馅饼已经把我砸晕了。 但是,好在我还是有理智的,清了清嗓子说道,这位顾夫人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待验证的。 不能您一上来说我是您女儿,我就是您女儿,咱还是先弄一个亲子鉴定,再下结论吧。 万一弄错了呢? 我说完话,看向对面的顾先生,他眉头皱得都已经能夹死一只苍蝇了。 我觉得我能理解,他可能他觉得我作为一个孤儿,听到有亲生父母找来,而且还这么有钱,应该替颠替颠地跟着走认亲。 结果我不但没承认,还要做亲子鉴定验证,可能他嫌麻烦。 但是没办法,这总不能他说我是他们女儿,我就是他们女儿啊,这总该有证据吧。 最终我们还是去了医院做了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结果要出来需要二十四个小时,家旗也需要四个小时。 我没时间陪他们在医院等,我还要去给我导师打白弓呢? 这个亲子鉴定结果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还要去学校,咱们加个微信吧。 要是出来结果,你们可以在微信上找我。 我掏出手机打开微信,二维码地到了他们面前,加上微信我就走了。 回到实验室收了培养的君,然后诱导继续培养,只用半个小时不到就完事了。 我坐在实验室里面,开始头脑风暴。 要是我不是他们的孩子的话,要说啥呢? 就说很高兴认识你们,很遗憾我不是你们的孩子抱歉。 那要是我真的是他们的女儿该说啥呀? 对去看看小说里面的剧情。 肯定有,晚上刚回到出租屋里面微信就响了。 结果出来了,我是亲生的,他们约我明天谈谈。 我答应了。 我和导师请了一天的假,然后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最终决定给我闺蜜打电话。 姨淼淼是我大学时候的室友,我们大学四年,简直是臭味相投。 呸!情投一合,互相承诺报复了就仰对方,现在我们梦想好像实现了。 喂喂喂,狗淼告诉你一个激动人心的事。 啥? 淼淼抬起头看了屏幕一眼,我可能报复了。 啥? 你买彩票中奖了? 不是,我亲生父母找来了。 你别告诉我你父母很有钱。 嗯,很有钱,非常有钱,我觉得可以养你了。 真的假的? 那要多有钱啊? 阿猫阿顾家你知道吗? 是我想的那个顾家吗? 对就是你想的那个。 亲生的,刚做了鉴定。 招了,狗子你等我。 啪! 挂了电话十分钟后,狗淼姿出现在了我床上。 我和他商讨到了半夜最终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两个一大早就起来梳妆打扮。 找了一圈衣服发现好像这些衣服都不太高级,最终放弃了。 我们早早来到了一个看起来就很高级的酒店。 渺渺给我打气加油。 你甭住啊,一定要把咱们昨天说的都说了。 别激动啊,千万别激动别哭。 你一激动就哭千万别哭,要不然气势都没了听到了吗? 我深呼吸点点头。 不激动不激动,我此时非常痛恨自己为什么是泪失禁体质。 给自己心力建设了十几分钟,然后抬头挺凶地走进去了。 说实话进去就有点耸了。 但是不行,不能丢脸,又深吸了一口气进了订好的包厢。 本来以为去的已经很早了,没想到包厢里面已经有人了,是昨天那个管家。 我朝他笑了一下,他朝我点了点头,然后尴尬弥漫。 就在我纠结要不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包厢门开了,终于不尴尬了。 顾总,顾夫人,我向他们问好。 顾嘉兴也就是顾总开口。 既然已经做了,鉴定,确定了关系,你可以喊我们爸爸妈妈。 那个,我因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从来没喊过,所以一时半会不太说的出口,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让你受苦了。 我们不是故意把你丢在孤儿院这么多年的。 我们不知道,我打断顾夫人的话,我并非卖惨,我只是实话实说,我这二十多年过得挺好的,也确实从来没喊过,一下子也喊不出来,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就好了。 说完,对面那个男人,那个冷死人的脸才好了一点。 说实话,我不是很理解他,又不是我找上门认亲的,他一直板着个脸给谁看啊,不愿意认的话不要认就好了,我又没非要认。 哼,顾夫人拉着我的手坐下,眼含泪水,会会,我也是才知道的。 你在外面受苦了吧孩子,和爸妈回家吧,家里面比你在外面好多了,说着就开始掉眼泪,我手忙脚乱地给他擦眼泪。 终于等他冷静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抬眼看向对面那个始终没笑过的男人。 开门见山吧。 在我知道是顾家的孩子的时候,确实很开心,但是我昨天回去想了一晚上,想确定一些事情。 会会,你是不是怨我们?顾夫人打断我的话,说道,不是的,我只是确认一下,不是怨你们。 我看了他们一眼确认他们没什么意见,接着说道,首先,我想先知道我为什么会丢失。 这个会会,这是我们的疏忽,我看着顾夫人想听听是什么原因,但是说到一半他又不说了,又开始抹眼泪。 我叹了一口气,看向顾总他终于开口,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当时因为家里的原因,没有看好你。 被钻了空子,我看着他,不知道是我的眼神太过于热烈还是什么,他也止住了话头。 我叹了一口气,既然你们都没有想说的欲望,那我还是问点别的吧,今年我二十四了,已经不小了。 这二十四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过我,说到这我停止了,看了看他们,他们没有说话,心里有点不舒服,但也只有一点。 那你们现在找我是为了什么吗? 没有的,会会我们只是想让你回家。 我笑了,要不让我来猜一下吧,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无非就是几种可能性。 第一就是我是被调换的,有一个别的人代替我生活。 但是感觉可能性不大,因为既然这么多年没发现,不可能现在就发现了。 除非调包的人二十多年良心发现坦白了。 第二就是我是被不小心弄丢的。 但是你们没有找过我,因为以顾家的资产来说的话,二十多年前就是龙头企业,不至于连我这个已经在同一个地区警察局挂了号的人都找不到。 第三可能是故意弄丢的。 但是如果是故意弄丢的,现在找我又有什么事呢? 不会是我还有个弟弟吧? 不会他还凑巧生病了吧? 这应该不会吧? 我看着两个人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轻了。 顾夫人眼里的泪水都掉不下来了。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有点想流泪,抓紧深吸了几口气把眼泪憋回去了。 招了真说中了,就是不知道哪个说中了。 果然和书里面说的一样,一入豪门深四海,最终还是顾家兴说了话,你弟弟生病了需要捐赠骨髓。 不是,捐赠骨髓你们自己不也可以吗? 我个人觉得没必要找我吧,而且捐赠骨髓也没什么大的伤害,休息休息就好了,只是捐赠的时候疼了点。 不至于这样吧,这有病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还是和他们回去了,他们给了我一套别墅,还有两千万。 我觉得不就是捐个骨髓吗? 小意思。 去医院做了检查身高体重正常,没有传染病,配型成功,过几天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是最大的商场礼,我和苗苗在购物,他买我付钱。 苗苗苗你说,要不是一个有慢性疾病,一个配型不符,他们是不是不会找我呀? 会呀,不用想了,他们肯定不会找你的。 他们都这么明显了。 爱我就不明白了,为啥不要我呀? 咱就是说,我也算挺好的了。 别想了豪门的事是咱能想的吗? 现在,你都变成小富婆了。 包养我吧,富婆。 我这不是已经在养你了吗? 随便买我付钱。 他们说,等我捐完了再给我三千万呢。 随便花,说不定到时候捐完了,促进我新陈代谢我变瘦了,能穿更好看的衣服了呢? 走走走,富婆咱去买衣服。 买完衣服,我打个车把苗苗送回家,然后我也回到了家。 小姐你回来了,忘记说了我现在住在顾家。 我觉得他们让我住在顾家,可能是怕我跑了。 开什么玩笑,我是那种人吗? 这可是五千万啊。 手术当天来挺多人的,但是我都不认识。 手术很顺利,我睡得也挺好。 醒来的时候,苗苗就在床头陪着我,看见我醒了。 苗苗抱怨道,顾家怎么回事,你好歹也是他们女儿,也不来看你,全看他们儿子去了。 我笑着安抚他,哎呀这很正常啊,人家又不认识我,除了我父母其他人都不认识我,不来很正常。 你看钱到了就行。 我拿下手机银行短信,给他看那三千万道账的信息。 哼,咱出院就走,什么破地方啊? 出院以后,本以为没什么交集了。 我和我闺蜜封完了几天后,他们又找我了,说给我举办了一个宴会,让我能尽快地融入他们,并且让外界知道我。 我? 我都以为没我事了,钱货两清我拍拍屁股走人就行了,没想到还要被认回去。 我拒绝了,我现在的生活很好,不需要你们再帮助我什么了,我觉得我拒绝得挺委婉的了,结果没用,我还是去了。 他们送了一套珠宝,卖了我都买不起的那种,还有几套糕定,真好,感觉像在做白日梦。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男人,长得还行,也是豪门。 我和那个男人尬聊了几句,然后跑了。 我坐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纵观全场,自己格格不入。 我父母在领着他们的儿子很开心地在和别人说话,不知道在说什么。 看起来反正挺开心的。 感觉口里面的饮料有点酸,都酸到我眼睛了。 不知道这个宴会什么时候结束。 有点累了,我想偷偷溜走。 但是我怕我父母会生气。 看着面前热闹的人们我开始发呆。 有点懊恼,刚刚他们公布我身份,懒着我的时候,我该抱一下爸爸妈妈的。 哎,这次没抱到以后应该抱不到了。 你在干什么? 突然有个人打断了我的思考。 我抬头一看,是林妍,就是刚才介绍给我的那个男人。 我在发呆啊,你看不出来吗? 我以为你要哭呢。 哭什么? 我发呆的时候只是脸色不好,不要污蔑我好吧。 行吧,要不要和我出去约会? 什么? 我看你在这也无聊,要不要和我走。 我跟着林妍逃出来了。 我父母看到我们了,他们对我笑舌点了一下头。 我懂了。 我坐在林妍的车上,我们尬住了。 咱们去哪儿呀? 我抬头问他,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看你好像不喜欢哪儿。 就把你带出来了。 你人真好,我请你喝奶茶吧。 绝大吧。 那附近有个很好喝的奶茶店。 奶茶店里面,我们两个喝着奶茶相顾无言。 可能他感觉气氛有点尴尬,主动开了口。 你多大了还在上学呀? 嗯,我二十四,上研究生呢? 你呢? 我二十八了。 那那你谈恋爱了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没有别的意思。 我看了他一眼,他的脸有点红,没有,母胎单身。 嗯,就是就是,你要不要和我结婚? 啊? 讲真,我挺猛的,我应该还没有好看到别人对我一见钟情到直接想和我结婚的吧。 是这样的,你也看到了,我父母和你父母是希望我们联姻的。 你也没有喜欢的人,我也没有喜欢的人。 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让我们两家的合作更上一层楼,而且咱们婚后自己玩自己的。 没关系的,要是你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也可以离婚。 这样,咱们结婚后,每个月给你十万怎么样? 你考虑考虑,我觉得这咱们两个双赢。 果然我想多了,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我? 我看着林妍,她也看着我。 好,我同意了,为了十万块钱,我也同意了。 我也想这样,为什么我身上发生不了这种事情? 苗苗哭天喊地地摇晃着我,我白了她一眼,要不咱们换换,我父母给你,你爸妈给我。 那算了,我爸爸妈妈还做了好吃的,等我去吃呢? 我叹了一口气,没事,反正我有钱了我养你。 嘿嘿嘿嘿,果然会会最好了。 我和林妍临走前加了微信,她说领结婚证的时候,通知我。 去领结婚证的时候,我起了一个大早,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 毕竟第一次结婚嘛,还是很紧张的。 林妍在门口等着,我照了一下镜子,最终确认了一下自己的仪容,去找了她。 她坐在车里面,单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个手放在车窗上。 说实话挺帅的,这个姿势就很装,我坐上副驾驶。 走吧。 你今天比宴会那天好看。 她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谢谢,别紧张,就是领个证,很快的。 好,我不紧张。 深呼吸,怎么可能不紧张? 毕竟连恋爱都没谈过,直接就结婚了。 办证过程挺简单的,出来的时候,我都是有点恍惚,一下子就已婚了,这感觉还是挺奇怪的。 我们领完证就给回个家了。 她说找个时间,把家里面的人都聚一下,然后告诉他们。 我同意L.A.然后让她把我送到了学校。 毕竟还是要去给导师搬砖,还有一年不到就可以毕业了。 毕业之后,我就拿着钱出去旅游。 结婚之后,我和林妍各玩各的,准确来说,是她玩她的我学我的。 一年的时间,我赚到了两栋别墅,将近六千万,成功的研究生毕业。 且我觉得林妍有点喜欢我,她最近越来越多地回家了。 我每天都会等她回家,她也会和我聊一聊她工作上的事。 我看着她慢慢地接手了公司,成功地架空了她父亲的职权。 说架空也不对,应该说是她父亲放手给她的。 我这一年也不是只准备毕业,我和弟弟的关系也变好了。 她刚知道我是她姐姐的时候,有点难以相信。 我感觉她应该是去问她父母了,她应该是知道真相了,她对我愧疚了。 但是没关系,我挺喜欢她的,她傻傻得很单纯,不像豪门要争夺继承权的那种小说里面的样子。 她也很喜欢我。 我们变得越来越亲密,就像真的亲姐弟一样。 我还开了一家很小的公司,靠着顾家和林家的生意,也算蒸蒸日上。 我准备等我离婚了就靠这家公司活着。 顾家和林家的合作最近出了一点问题,好像是他们看中了一块要开发的地皮被对家抢了。 林妍今天回家的时候有点颓废。 怎么了? 我靠着林妍坐下给她揉揉脑袋。 最近我们和你家看中的地皮被抢了。 怎么会呢? 咱们不是提前知道他们的底架什么的了吗? 这些东西没有用吗? 不知道,可能被卖了。 她揉了揉自己的眉头,没事了说了你也不懂,就一块地皮没事的,吃饭吧。 我看看你又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 好吧,虽然我不懂,但是会没事的。 我今天去菜市场看到了大闸蟹,我做了清蒸大闸蟹。 肯定好吃,我还熬了汤。 第二天,我去了顾家的公司,去找顾雨林,就是我弟弟。 畅通无阻地来到了他办公室,但是被告知他去开会了。 没事,我在他办公室等他,你先出去吧。 我让助理出去了,我坐在顾雨林的位置上轻车熟路地打开了电脑。 顾雨林回来的时候,我还在玩连连看。 姐你怎么来了? 她的声音吓得我手一抖,连错了时间到了,失败了。 你吓死我了,我正过关的关键时刻呢。 失败了气死我了。 她挠了挠头,姐我不是说了吗? 不要在我电脑上玩连连看。 每次我一不在,你就玩游戏,早晚你要镶在游戏里面。 那你不在我自己无聊啊? 你助理说你去开会,我怎么知道你要开到几点? 好吧,那姐你来找我干什么? 最近你姐夫回家都愁眉苦脸的。 我问他,他也不告诉我。 我只知道咱家的合作出了问题。 我这不是担心吗? 没事的姐,就是一块地皮。 咱家大业大,不会为了一块地皮就损伤的,最多就是有点损失。 我叹了一口气。 好吧,你们都瞒着我,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们。 不是的姐,是真的没事。 刚才我们开会就是准备把上次的那个地皮开始建房。 那你们准备建个什么样子的房呀? 什么时候建呢? 我想先预定一个。 姐你要房子干什么? 是不是临言欺负你了? 不是,你也知道。 我从小生活得不太好。 然后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享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所以,我低着头不安地搅着衣服。 顾雨林知道戳到了我的痛处,急忙解释,不是的,姐我就是问问没别的意思。 我们这个房建成还需要个一年多呢,到时候肯定给你留一个最好的。 我笑了一下,我笑了一下,好那一言为定,到时候我把房租出去,又能挣钱了。 她听了我的话,皱了皱眉,也没说什么。 我站起来,我站起来,腰有点痛,没站稳,又坐下了。 姐你怎么了? 顾雨林急忙跑到我面前扶起了我。 没事,就是那次抽骨髓之后,腰有点不太好。 她表情有点愧疚,姐对不起,我。 有什么对不起的? 我打断她,我可是你姐挨,走你情姐吃饭。 我拉着顾雨林出去了,饭间我们聊了很多,她和我聊了最近她的难处,还有最近我们公司,准备干什么。 我看着对面,她侃侃而谈,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中的亲情不掺杂任何杂志,就只是亲人。 我突然想摸一摸她的头,我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恩婷软的。 姐你干什么?你又摸我头,我都这么大了。 你才二十三,不大,再说,就算多大你也是我弟弟啊。 吃完饭我回到家,才两点。 我想到林妍最近很辛苦,我准备给她做顿大餐,想到就开始做。 先去超市买菜。 等林妍回来的时候,面对的就是四个人都吃不完的菜。 她无语地看向我,会会你做这么多,咱们也吃不完呀。 我就是最近看你太累了,所以才想给你做丰盛一点的。 她看着我无奈地笑了一下。 吃完饭洗漱完,我躺在床上看小说。 是个虐文男主为了女主家的产业和女主结婚,结果女主喜欢上了男主。 男主却因为女主家的产业把女主家人都逼死了。 我哭了,泪湿尽体质没办法。 林妍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再哭。 她急忙走到我面前,问我怎么了。 结果在看到我手机上的小说之后,又放松了下来。 我擦擦眼泪,林妍,你不会是为了顾家产业才和我结婚的吧? 你会不会等顾家快破产的时候收购顾家,然后和我离婚啊? 她叹了口气,我就说让你少看这种小说。 我和你结婚是不是为了顾家,你不知道吗? 而且顾家要破产的话,也要等个几十年,等个庸才才能破产啊。 她躺在我旁边,会会,咱们要个孩子吧。 我愣住了,我我,我还没准备好。 先,先不要这样,我拉住被子盖在我脸上,我困了先睡觉吧。 她拉下被子,好,睡觉吧,不要闷着。 等了很久等到她睡着了,我睁开眼。 黑暗中我仔细看着她突然间有些不舍。 我笑了一下,感觉自己有点傻,一点温情就能打动我。 苗苗,林妍想和我有个孩子,我给苗苗发消息。 会会,一年多了已经很久了。 我看着信息星辰下去了。 是啊,已经一年多了,好久了。 怪不得我好像有点喜欢林妍了,应该是习惯了。 当时和苗苗保证一年就离婚的,没想到一年过得这么快。 可是,我想着现在的一切不甘心,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最后一年,我再给自己最后一年的时间。 没想到最后一年这么糟糕。 顾家工地上出人命了。 本来工地出人命,给钱安慰一下亲属,过不久就会过去。 但是,这次那个工人的妻子拒绝了两百万的赔偿, 报了警举报顾家的建筑材料以次充好。 闹上了热搜。 相关部门处理结果,发现确实有部分材料以次充好。 这一结果,顿时引起了网民的愤怒。 我们花那么高的价钱买顾家的房产不就是图安心吗? 结果就这就这。 退钱退钱,现在的资本家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了?顾家NMSL。 网上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看着他们的评论毫无波澜,甚至有点开心。 顾家现在愁云满步,他们在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因为这件事是真的,顾家的房产都掺过次品,好的核次的掺杂是看不出什么的。 这次灾了,他们准备把这件事推出个人,去拯救下跌的股票。 就在他们找到人选准备发声明的时候,突然被爆出了偷税漏税。 顾家的对家抓住了顾家的把柄横插一脚,顾家的股票跌停了。 相关部门开始调查此事,顾家倒了。 刑法第201条规定耐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耐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203条 纳税人欺缴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欺缴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或者单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第211条 单位范本杰第201条 第203条 第204条 第207条 第208条 第209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数罪并罚,因逃税金额较大,顾家兴被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 因顾家实际负责人,还是顾家兴,但是顾雨林也实际参与了,被判了七年。 顾家只剩下了顾夫人,但是顾家资产全部被冻结房产,也被抵押。 他无依无靠所以,想到了在林家的我。 他找上门了,我和他坐在沙发上,面面相去。 惠惠,惠惠我们家倒了,你爸爸和你弟弟都完了,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只剩我们两个了。 他神色茫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剩下我了。 我拉着他的手颤抖着,妈妈,我们离开这里,自己去生活好不好。 他一下子甩开我的手,你在说什么,我们还要靠林家呢? 不是的妈妈,不是的,这一切都是林家做的,我听到了是他们计划的这一切,他们想独占咱们家,我们逃走好不好,离开林家,是林严的爸爸妈妈计划的这一切。 顾夫人呆住了开始自言自语,是林家干的,是林家国干的,他害我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也不管身后的我。 我追了过去,拿出一叠钱。 妈妈,你不要这样,这些钱你先拿上。 等我和林严离婚我就去找你。 他没理我,但是却拿上钱离开了。 我看着他的身影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不见了。 晚上林严回来的时候,看着我欲言又止,惠惠。 我扯了扯嘴角,没事的,林严我很好。 他上前抱着我,咱们把岳母接过来吧,让他和我们一起住。 我在他怀里摇摇头,不用了我妈妈今天来找过我了。 他让我给了他一笔钱,说他要自己生活。 林严,以后我只有你了,我只有你了。 我的泪水湿透了他胸口的衣衫,他把我抱得更紧了。 林严最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我知道他是想陪着我,不让我做傻事,希望我开心。 我摇了摇头,摸了摸他的脑袋。 林严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我很好。 突然林严的手机响了,是老宅的电话。 少爷,少爷,夫,夫人和林总被杀了。 出人命了少爷。 声音大到都能听到,我反应过来拉着林严就往外走。 林宅客厅里面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血,全是血。 林严的爸爸妈妈倒在血泊中。 我妈妈坐着,靠在茶几上浑身是血,估计也死了吧。 我颤抖着抓着林严。 林,严,这这怎么办? 爸妈他们。 林严没有理会我,僵硬地走,到血泊中伸出手去摸了摸他们的鼻息。 快,快叫救护车。 我立刻拿出手机,叫了救护车。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但是没有用,他们已经没了。 过了一会警察来了,不知道是谁报的警。 警察把我们都带走了。 我目光呆滞,坐在警局里面,手还在不自觉地颤抖,警局里面有人在安抚我。 说实话我没想到会这样,林严的父母挺好的。 我没想到顾夫人会杀掉他们,没想到顾夫人有能力杀了他们。 过了一会林严从审讯室出来了。 我跟着警察到了审讯室。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我妈妈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因为我家破产的原因,一直待在家里。 我妈妈来找过我,我给了她一笔钱,想让她振作起来。 我妈妈精神有点问题,她以前生完我精神就出了问题。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杀了他们。 警察问我话的时候,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我很害怕,我一直在流眼泪,但是保姆全说了。 是我妈妈突然上门说,要和他们说说话。 林夫人让保姆去准备水果。 结果她在厨房突然听到尖叫声,立刻冲出去。 当时只看到顾夫人一只手死死地拽着林夫人不松手, 另一只手里拿着刀刺着林总。 保姆想跑上去拦住,但是脚不听话。 顾夫人在感觉林总不动了之后,又一刀捅在了林夫人身上。 保姆终于机械地走到了顾夫人的面前,但是顾夫人反手一刀,捅在了自己的胸口。 哈哈哈哈哈哈。 顾夫人疯了。 她坐在地上一直在笑,然后闭上眼也死了。 顾夫人受了刺激精神出了问题。 最终通过搜证,警察把我和林妍放了出来。 林妍像湿了魂魄一样,抓着我的手机械地往前走。 我也僵硬地跟着她,我们就这样一直漫无目的地走,最终走到了老宅门口。 老宅被封了我们进不去。 她突然蹲了下来,颤抖着哭了。 我也蹲下抱着她,我们都只剩下彼此了。 我们也都只剩下自己了。 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坐在沙发上,没有人说话。 最终我打破沉默。 林妍,你饿了吗? 我给你做点饭吃吧。 林妍没有说话。 我做了饭,粗略地算了算,我已经给她做了一年多的饭了。 她的口味我了如指掌。 但是我今天只熬了一锅粥,希望林妍能喝一点。 我盛了一碗端到林妍的面前。 林妍喝一点吧,你已经一天多没吃饭了。 林妍,她伸手打翻了碗,连带着我也坐到了地上。 我愣住了,林妍。 我坐在地上看着她,她好像才反应过来,连忙拉起我抱舍我。 对不起,惠惠对不起。 我,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我爸妈今天,没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你,因为你,你,我安抚着她。 没事的,没关系我知道的。 我安抚着她让她坐下。 我又去给她盛了一碗粥。 她勉强喝了一碗粥,继续呆坐在那。 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突然,她跑向了卫生间。 我连忙跟在她身后。 她吐了,吐着,吐着开始呕血。 我吓到了。 林妍,你怎么了? 你怎么吐血了? 我无助地用手擦了擦她的嘴,她还在吐。 我打了120。 她还趴在厕所吐血。 我洗了洗手上的血,用手抚她的后背,想让她舒服一点。 医院里面林妍在书掉瓶。 我坐在她旁边焦急地等着化验结果。 月朗星熙,已经折腾到了下半夜。 林妍折腾着睡着了。 我没有丝毫睡意,站在医院的窗户面前看着外面。 渐渐地月亮落了下去,太阳打破黑暗世界迎来光明。 我回到床边重新握住林妍的手,低下头,终于林妍醒了,动了动手指。 我被她惊醒抬头看了看她,林妍你醒了。 林妍看上我,我一脸疲惫,对不起惠惠,让你担心了,我没事。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抬起手擦了擦我的脸,没事了,我已经想通了,没事了。 嗯,好,没事了,医生说,你是气急攻心,所以才吐血的没事。 我感觉我也没事,就是吐得胃有点疼,输完掉瓶,咱们去吃个饭,我还要去上班呢。 可是医生说,你还要多休息,不要太劳累。 会会,现在公司很重要,如果不好好处理,可能股票会下跌得厉害。 可是,好吧,那你不要太累,好好吃饭。 好,林妍看上我,会会你休息一下吧。 没事我不累,马上就好了。 我去给你办手续,我可以回家再休息。 我去找医生和她说要离院。 这我们建议是在医院治疗,前期还是比较容易的,后期就没办法了。 医生我知道,但是我们想先回家,先商量一下。 这好吧。 林妍去公司了,我自己回到家,一觉睡到了下午四五点。 我是被饿醒的,已经接近两天没吃东西了。 想吃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先吃点东西垫一下肚子。 等林妍回来出去吃吧。 林妍回来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林妍你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还想和你出去吃饭呢? 卉卉,我最近会很忙,可能不能按时陪你吃晚饭了。 没事,那你今天陪我出去吃好不好,我想吃点好吃的。 卉卉,我没有胃口。 啊,那好吧。 我失望地低下了头,那我去做个晚饭吃,你要吃什么吗? 我给你做。 我抬头勉强地对林妍笑了一下。 最终,我们还是出来吃了,吃得烧烤,我还要了酒。 我拉着林妍也吃也喝,我喝了很多酒,我醉了。 林妍,林妍看向我,我开始掉泪。 她急忙来给我擦泪。 呜呜呜,林妍,呜呜呜呜。 你醉了,惠惠。 她很无奈。 我没有,可我只有你了,林妍。 呜呜呜,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了。 林妍无奈地劫了仗,抱着我打了一辆出租车。 一路上,我都抱着她哭,回到家之后,我一直缠着她。 林妍,你喜欢我吗? 你爱我吗? 你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 我这么喜欢你! 我这么爱你! 你不说话是不是不爱我? 我只有你了! 你也不要我了吗? 林妍皱着眉,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胃义之手,勉强固定住。 我叹了口气,我爱你,但是我就不该让你喝酒。 我刚好现在吃得那么不健康,胃又疼了。 哎,我拿你怎么办? 喝醉的我可听不到这些,只听到了她爱我。 然后,安心地睡觉了。 林妍安排好我之后,吃了从医院拿来的胃药,洗漱完之后,也睡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林妍已经走了,喝了酒头有点痛,吃了一点早饭我坐在沙发上,开始思考以后的事情。 一晃半年又过去了。 不得不说,林妍还是有实力的,历晚狂澜公司没有事情,还谈成了很多生意,让林家更上了一层楼。 我和林妍也更加恩爱了。 林妍一直想要一个孩子,我同意了,但是天不遂人愿,一直都没有动静。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林妍助理的电话,夫人快来医院林总晕倒了。 挂了电话我立刻去了医院。 助理在门口等着我,林妍怎么了?怎么突然晕倒了? 夫人你先别急,最近林总应酬,喝酒喝得有点多,然后在酒局上突然晕倒了。 我走到了林妍病床前,仔细看了看林妍,才发现林妍瘦了很多了。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脸,林妍真的辛苦了。 我真的挺舍不得的。 林妍醒来的时候,我正在看着她。 惠惠,我怎么了? 你晕倒了,助理把你送到医院,给你做了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你说说你自己难受为什么还要喝这么多酒? 应酬也不能这样啊,公司已经很好了,以后不要喝酒了好不好。 你不是还想要宝宝吗?喝酒对宝宝不好。 林妍笑了笑,好,现在公司也稳定了,我以后少应酬,多回家争取早点要宝宝。 我不好意思地打了她一下。 医生推门而入,12号病床林妍是吧? 我急忙站起来,是的大夫,我老公他怎么样啊? 目前来说没事的,多休养休养,多吃些清淡的。 好的好的。 我有点疑惑地点了点头。 病人家属是吧? 和我来一下,我有些事要交代你一下。 好的,那林妍,你再休息一下我先去。 办公室里,我和医生之间的气氛很凝重。 目前我们检查的结果是胃癌晚期,以前没感觉胃不舒服吗? 我先生,他胃一直不好又经常喝酒,所以胃经常痛。 但是我们以前看的时候就只是肠胃炎,没有那么严重啊。 医生那我们该怎么办,这能治吗? 哎,这只能化疗了,如果效果好的话,还可以有几年。 我皱了皱眉,几年啊,还挺长的。 那医生那我们是要一直化疗治疗吗? 他工作的话比较忙。 现在还工作比较忙,是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我叫你来,是想让你先知道,你再慢慢地和你先生说,怕他一时接受不了。 这边初步先化疗,化疗完毕后再看看具体情况,再制定下一步。 那医生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吗? 我要先和他慢慢说,我们先出院,最多一周我就把他带过来,可以吗? 医生。 一般呢,肯定是要越早治疗越好,但是你们要是要求的话就都随你们了。 回到病房,我一直都心不在焉,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怎么了,会会? 林妍看我走神终于忍不住问我。 我回过神阳起嘴角,没事,我就是走神了。 回家的路上,我欲言又止,终于在快到家的时候,开口了。 林妍,你最近可不可以陪着我,不要去工作了好不好?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们还没出去玩过呢,就当度蜜月好不好。 林妍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沉默了许久终于在到家的时候,答应了我。 她请了一周的假,真的挺巧的,都是一周。 我们先去了迪士尼,因为我从小都没有去过,第一次去,还是和林妍一起去的。 在迪士尼玩了两天,这两天忘记了她的病,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就像普通的情侣一样玩。 从迪士尼出来,我还意犹未尽。 会会那下一步,你想去哪呢? 让我想想,既然玩过了迪士尼,那下一,还没等我说完,林妍突然就跑到了路边上吐了。 我吓得抓紧跑过去扶着她。 等她吐完了,脸色苍白,我脸色也很难看。 林妍,咱们去医院吧。 林妍摇了摇头,其实那天,你回来的时候,我就猜到我可能得了什么病了。 你让我请假陪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呸呸呸,说什么话呢? 我制止了她说话。 会会,我本来就是要和你开心地度过这一周的,不要管其他的好不好。 我摇头,不行,去医院吧。 医生说,我们积极治疗,还有好多年呢。 最后,林妍没傲得过我,还是住院了。 住院化疗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她非要教我怎么管理公司,我不学她就凶我。 说什么以后,她不在了,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我打她不让她说这种话。 虽然她一直在医院,林家的公司她管理的还是特别的好。 我一直觉得像林妍这种好人死后,肯定是要去天堂的。 虽然很想和她真正的在一起,但是我配不上她,毕竟我死后肯定是要下地狱的。 既然都要下地狱,那我这辈子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林妍的化疗结果并不理想。 医生和我说,让她多开心开心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思考了很久告诉了她一个好消息。 我和她说,我怀孕了,已经一个多月了。 她哭了,并没有说话。 我也不知道,她是因为林家有后而哭,还是因为自己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而哭。 我们出院了,她一出院就又去了公司。 其实,我能理解,都快没了。 自己那么大的公司肯定不放心。 又连续两天没回来,在我终于要去抓她的时候,她回来了。 她带了一个律师来。 她把自己的股份全部转移到了我的名下。 不知道是为了,我还是为了那个还未出生的孩子。 她说她高价聘请了一个总经理,可以管理公司,让我不用担心公司问题。 她所以的财产都转移到了我的名下。 说即使公司倒闭了,我也不用担心,这些财产可以养活我和我们的孩子。 晚上她抱折我,财产我本来想,我们可以白头偕老,我还想正式和你求婚。 你怀孕了,我还没有照顾你,我还没有看过我们的孩子,我要是走了你真的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她哭了。 我真的舍不得你财产,财产。 她一直念着我的名字。 我安抚着她。 她没撑过一个月,她走的那天天气很晴,我没有伤心。 她的葬礼只有我一个人。 我给她烧了很多的纸,希望她在天堂好好的。 转世的话不要再遇见我这样的人了。 希望她能遇见一个真心爱她的人。 希望她有美满的家庭。 希望她子孙满堂,长命百岁。 在她走的第一周之后,我把我的房子全卖了纸,留下了我们常住的那个。 在她走的第一个月,我把她的股份卖了一些给别人,把自己开的公司给了苗苗。 在她走的第二个月,我把剩下的股份全卖了。 最后住的房子也卖了。 我离开了A市,去了一个海边城市,开了一个咖啡屋。 我手里面的钱够我生活好几辈子了。 我经常坐在咖啡屋的外面,看大海汹涌。 苗苗经常来看我,毕竟我留给她的公司,也能让她不愁吃喝玩乐。 她经常催我谈个恋爱。 我拒绝,我不是很喜欢谈恋爱,我觉得一个人生活挺好的。 她说我以后老了怎么养老。 我说等我老的不能动了,我就跳海。 能动的话,我就花钱找个保姆。 剩下的钱,如果你有孩子了,我就把钱全留给你孩子。 她说不许骗我,我立刻就去谈恋爱,结婚生孩子。 我笑了她也笑了。 自述 我是个坏人,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但是孤儿院的院长对我们很不好。 他只有在院里面有人来的时候会让我们吃饱饭,只有好看的孩子会吃好一点,会在有人来的时候穿好看的衣服。 我是个好看的孩子。 我是个好看的孩子,我被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看中了。 但是他们也不是好人,那个男人会喝酒打人。 我在那个家里面生活了八年,我被打了八年,但是他们供我上学。 我很聪明,上学我学习很好,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把养父杀死了。 那天,他喝了酒照常打我和养母的时候,养母推了他一下,他磕在了桌角晕过去了。 养母以为杀了他,很害怕,他跑了出去,等他出去,我探了探他的鼻息,没死。 我翻出来一个手套,戴上手套,把他的头砸了好几下在桌角。 终于他死了。 我报了警,警察把我和继母都带走了,继母没撑住,招了是自己杀了继父。 继母怨恨我,因为我报了警,我又无家可归了。 派出所的警察在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说可以集体出资养我。 我同意了因为我也无处可去。 我生活在继父留下来的房子里面,花着他留下来的钱和警察给我捐赠的物品。 发现我有亲生父母的时候是个意外。 我家对面是顾家的保姆。 他说,我有时候真的很像顾家的家主和夫人。 他和我说了一个顾家的秘密,说顾家原先生了一个女儿,但是顾家老夫人不喜欢女儿,对顾家夫人很不好。 顾夫人得了产后抑郁症,又因为顾总也不怎么回家了。 精神出了问题。 所以他把刚生出来不久的女儿扔了。 亲手扔的,据说当时是想掐死来着,但是被保姆发现制止了。 后来自己又偷偷地扔了,顾总也没找自己的女儿。 真是很搞笑,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父母? 我应该是顾家的女儿,以我的第六感,还有以前见过的顾总。 我记得以前还在孤儿院的,顾总去过我们孤儿院去给我们送东西。 他见过我,当时他给了我一个书包和糖。 问了我莫名其妙的一句话,问我过得好吗? 当时很莫名其妙的话,现在看来一切都有了根据。 真的很可笑不是吗? 自己的女儿生活在孤儿院。 这么有钱养不起一个女儿吗? 真的不能理解。 直到我上了研究生以后,他们来找我了。 哼,自己的儿子需要我了才来找我。 恨啊,怎么能不恨呢? 但是我不能杀了他们。 我不能对自己的未来不负责。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果然这个机会让我抓住了。 林家林严,一个可以作为跳板扳倒顾家的工具。 刚开始,我试探了很多次林家有没有想法扳倒顾家。 很失望没有,怎么办呢怎么办? 那就让林家归我吧,这样就可以了。 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我开始和林严亲近,日久生情,她开始喜欢我。 我每天给她做饭,给她的饭里面加了一点点药。 这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偷偷地从实验室拿出来的药。 一点点一点点,她就会慢慢地慢慢地。 我没想到顾雨林会在好了之后,向我是好。 我顺水推舟和她像普通姐弟一样相处。 我慢慢地开始出现在她的公司,慢慢地让她习惯。 开始在她电脑上查资料。 她真的很傻,以为我单纯地玩游戏。 顾家的合作都是我卖给他们公司对家的黑料。 也是,一个公司怎么可能没有龌龊呢? 这不都让我找到了。 没想到顾家这么不堪一击。 顾夫人来找我的时候,我想让她死的,但是我不能自己动手。 我想到了林家借刀杀人,我觉得林家可以帮我杀掉她。 她精神不正常,我很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只需要言语刺激,她就会去林家。 那么林家会帮我。 果然她去了,不过我没想到她能杀了林妍的父母。 但是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了。 顾家已经完了,下一步就是和林妍离婚远走高飞了。 林妍得了胃癌,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药的作用,但是我已经很久没给她吃了。 胃癌医生说,治疗良好的话可以活几年不成问题, 只是会很痛苦。 我想了一晚上决定隐瞒这个事情,给她一个美好的一段生活吧。 几个月不到再检查,已经是晚期了。 这都是因为她喝酒应酬,熬夜导致的。 这我也没办法了。 她化疗结果很不理想。 她可能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开始疯狂地给我铺后路。 说实话挺感动的,我给了她最后一个希望,我说我怀孕了。 看她果然很开心,她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给我了。 我肯定是没怀孕的,我每次都背着她吃臂孕药。 我不希望自己有孩子,我害怕我给不了我的孩子最好的爱。 我怕孩子会变成我的样子。 她去世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伤心的,毕竟生活了那么久。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所有的东西全卖了,拿者钱离开了。 不管什么人都会背叛,但是钱不会。 淼淼劝我谈恋爱的时候,真的挺好笑的。 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和别人在一起幸福呢? 我活该一个人在地狱里生活的。